歡迎收看阿龍開箱 今天我來開箱分享鬼滅之刃水柱富剛義勇 首先看到外盒整體非常的漂亮 使用藍色這種色系 背面的話是他的一個剪影 非常的帥氣 這一面是一個高清的寫真圖 這也是富剛義勇在阿魯塔系列首度登場 這個系列其實比較多都是女性角色為主 上面可以看到這樣的設計 下面也是一些注意事項 阿魯塔系列其他的盒子外觀都是用塑膠材質 是沒有任何的紙質 紙的話它只會出現在內側的保護或呈現才會使用到 我們就不如說趕快看內容 一個簡單的說明書 再來內裝的保護 首先看到本體我的天啊 真的帥到一個乍天 可以看一下整體的顏色呈現及漸層處理 本體的高度大約落在22公分左右 那一定要看一下面向的 面向的還原度真的非常非常不錯 那眼睛的部分呢是有上這個亮光漆處理 所以相當的生動 那這個角度看過去的話真的是還原動畫 第一期登場的這個狀態 頭髮的造型及俐落度也是沒話講的 整體黑色中帶點藍色 再來就是看它的羽織造型 羽織的話呢 轉到後面 你可以看到它非常生動 陽起這種飛揚的效果 做得非常非常好 一度延伸到右半部的這個陽起的效果 當然有收過非常多義勇的PVC 但這一款可以看到它左半部的 槍兔羽織呢 在細節處理上是非常的不錯的 可以看到它下面這個陰影處 它是有做加深處理 所以不是清一色都是單一個亮度 亮度的處理真的是非常得當 除此之外呢可以看到它的 皺褶延續性 也是一點都不馬虎的 很多地方在銜接處的處理真的是一個挑戰 不過它處理的算是相當不錯的 所以在羽織的內側呢 當然也不是單一的黑色而已 也是有做一些的 健身陰影處理 背部的經典滅滯不能少 再來看到下半部 腰帶及 大腿 的塗裝 延續了上半身的這個塗裝效果 及技法 後面這邊可以明顯看到它的臀部這邊有沒有有一個 比較藍色的反光感 手指的末端呢 還有做加深的處理 有點亮亮的這個指甲的效果 不過可惜是它左手沒有抵在刀俏口上面比較可惜 右手一樣有做這樣的 指甲的亮光處理 小腿沒話講啊這個帶點 淡淡的玉色有點像五條頭髮的那個顏色 但在這裡呈現的話是非常非常的不錯 銀色的扭扣可以看到 真的塗裝非常非常好 還有延伸到下面的竹袋 處理得非常非常得當 腳底看一下 腳底是有漸層的 當然最後就一定要看它日輪刀了 非常漂亮的藍色可以看到透過燈光的反射 還有經典的惡鬼滅殺字樣 當然是成為柱才有的這個 特色 那我覺得這一次的阿魯塔 它在日輪刀呈現很不錯的地方 是刀柄的部分 它是有做漸層的 非常的精緻 可以看到 好那本作的第二亮點 就是這樣的水流地台 非常非常的帥氣 看一下 這個範圍沒有像Annaplex這麼大 但是它的這個流水的流暢度 還有場景感是十足的 底部的一些文字 讓我比較意外的是這個 確然是有點軟的這種材質 其實也蠻聰明的 比較不容易有斷見的這個疑慮 地台搭配之後真的是帥的一個爆表 水踏下去的涟漪這種延伸感 沒話講 後面它這個其實有另外附一個 透明的支架 我不是很確定是不是這樣裝的 大概就是把這個比較軟的 水特效給抵住 讓它不要久了時間會往下墜 應該是這樣它的形狀是符合的 在一起的地方 接著我看 它有一個比較有的 它可以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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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空間 可以到處理 的 在一起的 這裏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整体的呈现真的没话讲 搭配地台之后 太帅 真的太帅 太过分了 真的太过分了 这个PVC 好 最后跟MegaHouse的义勇做个比对 左边这个MegaHouse 当初他在地台 我觉得处理得非常非常不错 好 那这两尊同时摆出来就可以发现 大小当然不一样 好 那在雨姿的呈现 可以看到颜色色泽的不同 还有剑层色的色调 鬼杀队符的呈现 其实都不太一样 好 那这两款拿出来对比呢 我是觉得它比较相像 不管在比例上面 还有这个地台跟人物的搭配上 好 所以这个给 给各位做个参考 如果你在犹豫入手的话 可以做个比较 好 那今天的开箱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觉得这一次易用呢 也很有共鸣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一起讨论 再见咯